桃園一名砂石車駕駛 開車行進觀音區台61線 北上高架路段 疑似心肌梗塞 衝撞一旁的護欄之後 車體墜落到下方的平面道路上 砂石車頭嚴重變形 司機被拋出車外 當場沒有呼吸心跳 另外在彰化河美 一輛遊覽車載了民眾要去進箱 疑似變速箱出了問題 在路口回轉時突然沒有煞車 就撞進一旁的民宅起樓 高架橋上一輛煞車 車車突然往右偏 擦樁一旁護欄後 跟著車身側翻車頭朝下 往下墜落平面道路上 瞬間仰起大量粉塵 車貨現場瞞目創移 砂石車頭全毀變形 司機沒在車內 而是第一時間被拋出車外 救車到場時 人倒在地上 沒了呼吸心跳 就怕還有人予受困 搜救隊員緊急撬回車體 車位晚翻在六號上午十點多 六三歲張新駕駛在十塊要前往林口發電廠 行進桃園觀音區 台六十一線背上高架路斷時 駕駛疑似心肌梗塞 衝撞護欄後 墜落橋下 公司老闆表示張新駕駛身體不好 患有糖尿病 車輛都有定期檢修 應該不會有問題 真正事故原因 警方仍在理清 另外在彰化河美 一輛遊覽車在前方路口迴轉時 突然沒煞車 直接撞進民宅棋樓 車頭卡在棋樓內動彈不得 幸好當時車內只有司機一人 沒有人員受傷 我出去 剛才回來就變這樣 就開兩次了 我已經被駕駛了 我已經被駕駛了 司機表示當時載著一整車 遊客要去進箱 卡了一半突然發現變數箱有問題 請遊客先下車 不要就在路口迴轉 準備前往修配場時 又突然異常沒下車 幸好車頭開啟樓不動 沒繼續往內衝撞 才沒亮澄更大損傷 記者 宋島